北戴河安保生集装人脸时别人没披露会议主题。 看众国2018年8月6日讯看众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被中共高层数十年来作为避暑圣地利用的北戴河每年都会举行在外界看来神秘莫测的最高领导层会议。 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和胡春华8月4日在北戴河看望专家并召开座谈会,这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一经召开的标志。 当地安保提升,甚至装上人脸识别系统。 日媒认为今年的会议将围绕中美贸易战的话题开展。 而此前外界预测贸易战只是该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有关正正议题将是看点。 日媒称北戴河会议主要讨论贸易战。 NKA8月5日报道,从北戴河地区当前突然加强安保级别的态势判断,中共最高层官员参加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或即将召开。 报道说,鉴于美中贸易摩擦日趋计划,估计对美贸易及外交问题将是今年的重要议题。 北戴河会议由于有中东历代高层官员参加,且狠少将会应的容工之于众,因此颇具神秘感。 有关北戴河会议的议题,此前陆续有媒体披露,但党内政争是否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就有争议。 政局迷离党内政争或仍是热化题。 7月15日,多位网曾报道称,真正的北戴河会议将在8月份正式开始,聚焦三大内容。 1. 贸易战是目前摆在中共领导层面前最大的问题,中共如何应对将在北戴河有所讨论。 2. 金融风险管控也是中共在十九大之后重点关心的问题。 3. 据传本次北戴河会议,中共高层还会就中共当舰和宣传问题进行讨论,不排除可能调整领导风格,但画个人一把抓的形象,突出集体领导。 3. 香港经济日报7月29日也刊文指出,虽然传说北戴河会议早就不开,但连年中共政治局以上的官员都到北戴河避暑,避暑期间天天都要开半天会,有什么问题就讨论什么问题。 文章认为,今年的北戴河相信有三门议题,首先就是这世界格局斗变,会否由中美贸易战变出一个新冷战,其次就是不管是战是何,或站起来是什么战,总得有个应对之策。 三世传说中的政争,总要有个说法,来决定未来中国是怎样一个政治生态。 香港新岛日报7月30日则分析指,中美贸易战被认为是习近平眼下内忧外患的导火索,也是对中国政局最大的挑战。 相信政治局会议将会就此做出研判,另外一些高层人士也将在会上拍板。 但文章认为,北戴河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会议,早前外传中共一些元老准备在北戴河掀起围攻习近平之说并不可信。 有关上述的政政议题与元老逼宫甚至政变传闻,指向的是7月以来中国政局出现的种种异象。 7月上旬,中共新华网突然转载中共总书记华国锋认错仪式被指示影射习近平央视新闻联播时又突然出现有黑衣人抢入直播当镜头的失误,之后官媒对习近平的宣传一度降温。 同期网上流传北京要求撤下习近平画像的通知。 陕西社科院要立项征集研究的梁家和大学温业被叫停。 差不多同时,政治流言突然漫天飞,声称中共元老派桌子吵架对习近平发难,王沪宁被迫下台,胡春华入常成为总书记接班人,二次修宪,重新加入国家主席任期制,替换习刘鹤和王沪宁的人悬疑敲定等等。 甚至传习出访如当年胡锦涛出访会赖被消权等等。 而当局对习近平宣传先议后扬立战书等习亲信高调以一定之尊对反习势力宣战印证证据诺决。 原中共党党党党党兔兽党兽养养前曾在BBC中文网撰文表示党国要员和退休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此争吵恐怕是免不了的。 相对以往,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会清楚地表明党内高充的裂痕。 北戴河气氛紧张安保提升装人脸识别 尽管今年官方已转而强调北戴河的休假功能 不过每年到这个时间北戴河的安保升级显示气氛紧张 今年甚至使用了人脸识别 据官方通稿会议所在地和北秦黄岛加强力行的安检工作 由7月14日至8月19日 北戴河区在实行机动车尾号常态现行基础上 实行双休日班双号现行交通管理措施 此外对进入北戴河区的车辆做现行 另据中心网报道 北戴河今年提升了治安管控水平 在贫水桥一场入口处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 安检门时光机等设备实行封闭分区管理 当局对到北戴河休假的官员也打加防范 港媒南华早报7月19日引述消息人士称 到北戴河休假的官员们的公寓都相隔很近 他们可以在散布期间互相问候 但是所有人都处于重重护位置中 请求见现任领导人十分困难 而常规的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的每周例会 将会在休假期间在北戴河进行 但是额外的官方会议需要经过中共办公厅批准